Hello,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爱舍电影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短片,8号房间,讲了一个怎么也走不出去的,无限群团房间的故事,结局大反转哦,看过的小伙伴千万别剧透。 影片开始,男主大卫因为犯事被关进了监狱,画面一转,镜头出现了一张桌子,桌子上还有一个不断抖动的货柴盒,此时一只手出现按住了货柴盒,还把它藏到了抽屉里去,这时监狱的门被打开了,大卫被押送到了这间名为8号房间的牢房, 里面有一个看起来有些上年级的老头,乔,大卫主动地和乔打了声招呼,但乔表现得并不是很热情,就随便地敷衍了一下,表示我跟你没啥好课的,便不再理会大卫,大卫见气氛好像有些尴尬,便自顾自地拿起了放在床上的书,乔听见了翻书声,转过头来质问大卫,你这人有事吗,一来就动我东西,等会怎么死的都不知道,大卫尴尬地将书放回了原位,坐在了床上,这时手行下来会废掉的大卫,注意到了放在床上的红色盒子, 越越越试地准备拿起来玩,乔再次不开心地转过身来,并告急大卫,不要将这个盒子打开,大卫不明白为什么,但乔只告诉他,打开后你肯定会后悔的,这不说还好,一说了摆明就要人打开的,虽然摆明了有诈,但不好奇就会死的大卫,全然不听乔的劝阻,打开了盒子,打开后大卫发现里面是一个迷你版的监狱场景,和他现在所处的牢房一模一样,大卫想着,做工挺精巧的,打算拿出来好好欣赏一番, 却没想到,房间里面竟然出现了一只巨大的手,大卫见状,吓得直接关了盒子,这时巨手也消失了,大卫似乎想到了什么,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,他将盒子放在了地上,反复地开关这盒子,这时监狱的天花板也跟着大卫的动作一开一关,之后大卫将手伸进了盒子,让自己的左手与右手来了一个跨空间的另类接触, 这时大卫灵光一闪,他站在监狱的墙角处,爬上了桌子,然后叫乔帮忙打开盒子,没想到一直处于高冷状态的乔竟然答应了大卫的请求,他帮大卫打开了盒子,大卫则轻松地翻了出去,逃跑了,正当大卫为自己的机制庆幸的时候,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,没错,那就是乔,此时的大卫变得非常渺小,随后被乔用火柴盒装了进去,接着乔将红色盒子放回了原位,便回到了座位上打开抽屉,将装有大卫的火柴盒扔来 而抽屉里满满的都是在不断地动的火柴盒,乔光上了抽屉,转过身对外面说道,下一位,影片到这也就结束了,这糟老头子坏得很,还钓鱼执法呢,小爱觉得片中的老头隐喻的是我们的规则,盒子隐喻的是一种捷径,监狱隐喻的是困境,所以小爱对短片的解读是,囚犯在困境里想用红色盒子越狱走捷径,却最终被法则老头关进更为残酷的火柴盒小监狱里,走捷径只会让自己适得其反,这时小爱想到一个无聊的 问题,如果大手把小人给提起来,是不是就可以自己把自己提起来了呢? 好啦,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啦,觉得小爱解读的还可以,就给我一个小星星吧,我们下期再见